Hello 欢迎各位晴天玩家来到我们的线上讲座 我是小叶 今天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合笔炉行程 来参加晴天的合笔炉有什么特色呢 简单为大家做个介绍 第一 我们是坐荷兰航空早到晚回 所以是最舒服最轻松的 让大家的参观时间是最充裕的 那除了荷兰航空的搭配 我们也会有华航跟长荣的搭配 再来第二个特色呢 就是库庚厚福 大家知道这是春天 这个全世界的人都要挤到荷兰的库庚厚福呢 来看这个花 不过就是今年春天已经过了的行程 我们可以期待明年 来库庚厚福呢 虽然今年没办法去看到 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图片呢 来看一下我们拍的情形 非常的漂亮 除了有水仙 这个风信纸 然后呢上百万朵的预精箱 都在你的面前呈现 每年的三到五月呢 我们也会有这样子 大家都会知道 要报名这样的行程 然后呢骑着脚踏车 去拍这个花田 这都在库庚厚福的花园里面 甚至都还可以搭到这个船来看花田 好第三特色呢就是我们有特别安排去到这个起司的交易市集 我们知道荷兰人呢 他一年可以吃掉八公斤的起司 他们从前菜 主菜到甜点都可以 起司是主角 那您可能吃过 起司的经验 不管是法国啦美国 因为美国是最大的起司的这个生产国 但是他们都是内需 那么荷兰是以出口为主 那我们特别去到了这个阿克马起司交易市集呢 可以让大家亲眼看到 哦他们是怎么样 这些起司商呢 在那边试吃 然后呢整个的交易市集 这个不是一个为观光客安排的景点 这是他们百年来就是这么运作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搬运起司的 这些帅哥猛男 在您的面前 每个礼拜五 就有这样子的交易市集 在市政厅前面 好特色是呢 就是呢 我们会有这个游船 让您呢可以在阳角村 感受一下 就像童话世界的水乡泽国 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小孩提防 我们是最完整的 就安排坐车 大家可以一口气呢 拍到 这个很漂亮的 它是UNESCO的这个景点 风车都在您的面前 最集中的一个地方 好还有布日呢 我们是非常完整的 它是一个北方的威尼斯 很多市场上呢 并没有安排这么漂亮的一个桥都 的一个古城的游览 那我们也会安排游船 然后呢 会有导游带着我们去走 你看随便拍都是非常的漂亮 好特色五呢 就是艺术的巡礼 大家知道在何比鲁这样的路线呢 荷兰呢就有这个艺术大师 有这个梵谷林布兰 维梅尔 然后呢 这个杨凡艾克 就是呢 这个早期Varmisch 艺术大师 然后他们的这个大作呢 都在这条路线 我们都会看到 那么我们在博物馆呢 可以看到凡谷的 非常知名的 吃马铃薯的人 非常知名的 他早期的画作 非常的生动 再来 星空下的咖啡座 这是他在雅尔 所创作的作品 再来 在这个库勒木勒美术馆呢 我们会看到凡谷这个 有丝博的道路这样子的增基 还有他的最好的朋友 尤差跟他太太 都会在博物馆看到 好 他的向日葵 以及他非常多的自画像 凡谷呢 就是可以说 是荷兰19世纪 最著名的 伟大的艺术家的代表 再来 林布兰光影大师 他的这一幅夜巡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国立美术馆 国立博物馆 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增基大作 还有维梅尔的 倒牛奶的女仆 这样子的增基呢 都会有 这个中文导游 在现场呢 一幅一幅 讲增基给大家来听 那么您只要有感动呢 就是会可以让你的行程呢 不许此行 好 再来介绍这一幅呢 就是比利时的国宝 他是由杨凡艾克他们兄弟 所共同完成的 更特技谈画 这个是非常的 著名的沉默的羔羊 那么呢 我们直接去到现场 细细的来品味 还有呢 Farmisch 法兰德斯画派的大师 鲁本斯的画作 我们也都欣赏得到 这是上下十字架 好 特色6 除了您喜欢艺术 我们还有建筑的巡礼 给大家 来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一张 是布鲁赛尔的黄金广场 好 我们走得非常的深入 还有安特卫普 这个非常漂亮的景点 你都可以看得到 更特也是很深入的走 再来 路特丹 非常现代 这个艺术花园里边 好 路特丹 他就是看一些现代的艺术 的这个建筑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方块屋 它是非常Q Q版的 很有趣的 好 再来 中央图书馆 就像旁壁度一样 都有一些水管在外面 再来 这个是天堂书局了 因为呢 这个是世界上呢 被评为 全世界最美的书店之一 它已经有800年的历史 是由这个修道院教堂 所改建的一间书局 大家知道 你们会去书局看书呢 其实是在寻求一种 心灵的一个沉淀 那如果您在 马斯垂克的这个天堂书店呢 里面有咖啡座 然后呢 你也可以买买东西 看看书 这整个这样的氛围呢 觉得跟天堂很接近 然后您的心灵呢 也可以得到 非常宁静的感觉 那随便拍照都很漂亮 在马斯垂克 好了 和比卢 卢森堡呢 它是欧洲现在唯一的一个大公国 它非常的迷你 但是很浪漫 非常的时尚 所以呢 是非常的不虚此行的 你去到这个城市呢 你可以看到 欧洲最美的一个走廊 好 还有它有一个世界遗产 是地下要塞 我们都会走到 那么特色期呢 就是我们安排 专业的中文导游 在重要的景点呢 都可以为大家来解说 好 阿姆斯特丹的这个国立博物馆 重要的这个夜巡 您会看得到 它是镇馆之宝 那么它非常的fashion 可以说从17世纪以后 荷兰的重要的艺术瑰宝都在里边 好 还会有凡谷博物馆 布日全日的游览 再来凡谷森林 特色八呢 就是我们的住宿了 我不得不说 晴天的和比炉的住宿呢 都是四五星级的旅馆 然后呢 尽量都安排在 这个市区 最靠近景点的地方 可以让大家呢 方便的逛街 而且呢 非常的舒适豪华 好 布鲁日呢 我们就住在老城 所以我们会有自由时间 可以去好好的走走古城 在布鲁塞尔 我们就在广场边的旅馆 你也可以随时随地 都再来捕捉夜景也好呢 去shopping 去买巧克力 什么都可以的 好 然后呢 我们特别安排 住庄园旅馆 这庄园旅馆呢 有几家在做合作 那特别呢 有几家 我都住过 那有几家特别棒的 都是这个 总统级的 庄园旅馆 都是总统去下榻过的 那整个的氛围呢 就好像 临到以前的 这个贵族的家里 去做客的感觉 这是非常豪华的享受 非常棒的 好 这也是其中一间 庄园旅馆的照片 好的 也有由修道院来改造的 这个饭店 也是非常棒的 好 再来我们在水坝广场呢 会连续住两晚 让大家有更充裕的时间 享受团体旅游 又可以有自己 自由活动的时间呢 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所以呢 这都是我们的饭店安排 再来特色酒 就是我们可以品尝到最多 在地的特色的料理 当然我们有安排 米其林的这个料理 还有当地呢 很有特色的 譬如说您现在看到的这个 哇哦 这是什么 红酒炖牛肉 啤酒炖牛肉 非常好吃 再来这个 汤料理 再来淡菜 就是比利时的国菜咯 还有薯条 哇哦 我们还吃到了 鱼鱼在羊角村那边 好 这个都是一些米其林的料理 非常棒 都好吃的不得了 回来都一定会胖两三公斤 好 那春天的时间呢 是大家一般都会安排 盒比炉的行程的 但是呢 其实在整个欧洲呢 一年 这个春夏秋冬 都是到处都是游客的 撇开疫情来讲 所以呢 其实今天特别的重点呢 是要跟大家介绍 春天过后的盒比炉 您可以感受到什么精彩的活动 来在春天不是 盒比炉不是只有看花而已 那当然你春天可以看库坑厚福的花 可是呢 后面夏秋 都还有更精彩的活动在等着大家 譬如说这个夏天 我们去到这个凡谷的出生地 金德尔特呢 这个地方呢 每年九月份 他们会举办 史上地表最大的花车游戏 你可以看到 荷兰人的创意是无限的 他们在凡谷的出生地呢 每年九月份举办这样子来纪念凡谷 他们是由20个当地的志愿团体呢 在全年呢 都在准备这样的一个活动 整个小镇呢 每个人啊 都为了这样的活动准备了一整年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创意很好 就是他的花车很大 再来呢 得到冠军的队伍 你看他们的这个神情呢 他们的表情这种荣耀呢 是一整年的努力呢 都得到一个肯定 然后呢 观光客在那个时候 来感受这个20台这个花车呢 他们的idea 然后呢 他们所呈现出来的这种震撼感呢 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去参与到的 这个花车的游行非常的棒 来再来 他们是用大栗花 当地呢 八九月呢 的季节就是大栗花 去组装出来的这个花车 非常的标 你可以看到 他们的这个创意 我看了呢 都是真的觉得 那个相机拍不停 甚至这个兵马用都上来了 所以呢 就是说夏天的 这样的一场缤纷的活动呢 也是您不容错过的 再来 夏天呢 您可以到了这个布鲁赛 我们知道它有两年一次的花坦节 我们知道这个布鲁赛的黄金广场呢 日夜有不同的feel 那么如果您在八月份来到了 这个黄金广场呢 您在 拍到了这个整个铺满200平方公尺的这个大花坦的话呢 你不仅可以在FB打卡 你在IG呢 也可以炫耀一下 因为呢 这样的画面啊 不是您 其他季节来可以碰到的 只有夏天 八月份 两年一次的 有120位 这个志工呢 用这个秋海棠 很多颜色的秋海棠 每爆了 在夜间呢 那你拍到这样的照片的话呢 我想这样的回忆啊 是非常的难得的 这是夏天才有的花坦节 在布鲁赛尔哦 好 再来 秋天呢 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季节 大家呢 去哪里玩都很适合 那么 所以呢 我们再介绍一下冬天 冬天玩欧洲呢 一定要去感受一场圣诞世纪 那通常这个圣诞世纪啊 会从Christmas的前面一个月 到它的后面一个月左右 我们现在先看到 欧洲各个城市几乎都有 但是我们介绍几个比较特别的 在布鲁赛尔呢 的这个圣诞世纪打的灯光 然后呢 很多的摊位 你可以买买买 你可以买 买很多很多很多 圣诞节的天使啦 甚至很多的这个纪念品 都是很美的一个回忆 这在布鲁赛尔的圣诞世纪 大家可以看到 再来百年老店 我们可以看到 Miseau D'Ontre这个丹多乌呢 它已经有170年的历史了 各位贵宾你可以看到 这个比利时的松饼啊 是非常的有名 那么呢 它有你可以吃很阳春的吃法 就上面很简单 只有撒糖粉 最简单的美味 或者呢 你喜欢加料 就是呢 加冰淇淋啊 加水果啊 加果酱啊 又是不同的风味 只要是现场做的 都会非常的好吃 那么除了吃松饼呢 我们还可以吃到 这个手工制作的 这个法国蛋白霜 这样的甜品 吃甜品呢 就是会让人有满满的幸福感 所以呢 各位 我们只有去到现场 才有办法去感受 去感受一下 这个浓浓的幸福感 再来 我们去到了这个 马斯锤克这个地方 也是一般市场呢 比较少安排到的 我们呢 在冬天 一定要去感受 夜代市集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法肯堡 它是 唯一的一个洞穴圣诞市集 非常的有特色 大家看一下 这是实际的状况在里边 就在马斯锤克那个地方 好的 来 我们现在来先看一段影片 关于这个冬天的欧洲 特别是在阿姆斯特丹这边呢 有这样子的灯光节 也是在圣诞节的 前面一个月左右 到后面 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呢 冬天的欧洲啊 白天的时间呢 就是比较短一点 所以呢 夜间呢 就可以让 这种很缤纷的灯光呢 来增加大家 满满的幸福感 其实冬天到欧洲去玩呢 您可以 除了觉得冷以外呢 但是你去到那边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让你的心 你的胃呢 暖暖的 你可以喝一杯 热咖啡 或者是热红酒 热巧克力 然后呢 让你的心跟 喂暖了之后呢 你的视觉呢 就可以透过他们安排的这样的灯光秀呢 来让你啊 觉得哇 我的视觉得到很大的满足 那么呢 欧洲的各大城市都有这个灯光节 在冬天 但是阿姆斯特丹的这个运河边上的灯光节呢 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第一个它范围很大 然后因为我们就住在市区附近的饭店 我们就可以走出来 尽情的拍 尽情的感受这样的氛围 只有阿姆斯特丹的灯光节呢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特色的 因为就在运河边上 你看非常的漂亮 再来 你看都非常的有创意 好 走过了欧洲的圣诞节 灯光节了 各位有听过欧洲的四大 狂欢的嘉年华吗 这四个嘉年华呢 分别就是威尼斯的嘉年华会 然后呢 尼斯的还有科隆 再来 在比利时呢 布鲁塞尔南方的一个小镇呢 叫班什 班什这个地方的嘉年华会呢 是我个人觉得非常有特色的一个 你可以看到这个局部的 他们男生穿的这个服装 他的鞋子是木鞋 是木鞋 然后呢 你看他们这个 男生他穿的服装呢 这个头上面 那个羽毛呢 可以高达90公分 然后整个的头饰呢 可以重达3公斤 这是欧洲现存最古老的一个嘉年华了 那么他也是一个 在2003年 列为五行文化遗产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演艺术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明年的情人节 如果你的男朋友 或者是老公呢 带你去参与这一场 史上无敌 会非常有特色的这个嘉年华 就在班什呢 我想这样一辈子的回忆呢 会非常的珍贵 你可以看到他们穿的服装 男生呢 这套下来 很像丝袜套下来 很滑稽 对不对 然后呢 班什特有的蕾丝 还有他们的服装 呈现红黄 红黄黑 整个很cute 他们的那个打扮 他是一个白色蜡的面具 白色蜡的面具 然后呢 戴着这样子绿色的眼镜 翘胡子 三洋胡 这个是1870年 那个年代呢 拿破仑三世的一个面具 所以呢 他们承袭这样的传统 要由当地男生呢 自愿自己花钱 筹备了一整年 就为这样子的一场 嘉年华来准备 那么当天呢 会有为期四天 的这样子的活动 那么呢 当天呢 你除了拍到 他们这样的造型 有人说呢 这是一个憨人的造型 傻人啊 就傻人有傻福 的这种小丑的一个角色 穿着这个服装 我真的觉得很cute 然后呢 他们手上如果拿了一根 这个木棍呢 就是为了要驱赶邪灵的 那么现场呢 还会有很多人发放橘子 那为什么是橘子呢 因为橘子就是阳光之果 那么呢 他吸收了阳光 所以他代表的就是什么 幸福感 然后呢 有希望 有丰收的味道 那么 善意一点的是 发着橘子给你 那或者呢 他就直接用丢的 那这样子被橘子打到的 感觉是挺酷的 所以呢 如果能够参与这样一场 嘉年华盛会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的特别 就在明年的情人节 好 那么呢 讲了这么多呢 最大最期待的就是说 可以跟各位说呢 今天是全台唯一 合比旅行程呢 得到两座金旅奖的旅行社 我们非常期待呢 可以赶快跟你们同游 这样的路线 那么呢 下个礼拜 同一时间呢 请继续收看我们的线上直播 谢谢